今日,解放军某空中突击旅,在西北大漠戈壁,展开地空联合演习。 这是我军首次远程机动几千公里,到荒漠地带进行实战演习,这表明我军已经有了拉出去就能打的能力。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信息就是空突旅,一开始大批量装备,国产新式大型运输直升机,最困扰解放军渡军航空兵的直升机问题开始解决。 空突旅接受的这架直升机是直八级,这款直升机在设计顶型和制造成功之后,首先装备的不是陆军,而是海军。 海军的代号是直18,相对于直八级,更有先是装备的意味,无论是动力系统,流空时间还是其演变的预警型, 但前行都比此前装备的直八直就有较大的提升,且放军给的编号则是直八级,这是为何? 虽然在高原飞行性能和最大航程等方面,有了较大进步,但是这是以牺牲空运特种装甲车的能力得来的。 简单的说,就是装人很厉害,装车不行,相对于原来的老直八臂,直八级最大升限超过8000米, 基本可以在我活全部高原执行任务,可以一次运输一个排3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。 最大有效航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,原来的老直八臂只能飞800公里左右,而且在装了人之后,更是的缩减一二百公里。 为了达到这1000公里的航程,直八级除了换装更省油,效率更高的加拿大PT6发动机以外,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了内置油箱。 对于直八来说,最重要的是提高运载能力和航程,原本其实是可以运载山猫全地行车的,但是现在增加了内置油箱,就无法再运载了。 现在如果直八级小运的山猫全地行车,就只能是吊运了。 相对于装机空运,吊运难度更大,对飞行员要求高高,不如直接空运的便利性好。 在大概士兵到达指定地点之后,还需要进行长途奔袭,如果没有了山猫这种车辆,那么突击旅的意义将名存实亡,变成一支普通的步兵部队。 所以对于突击旅来说,山猫还是很重要的,既可以快速到达目标,也可以为陆军装载重火力支援性武器,要想尽解决航程问题。 再重量问题,还要兼顾高时装性,唯一的办法就是等10吨级的国产值20形成战斗力,或者就原来的13吨级的直腹吧,再次升级改进了宽体运输直升机。 那个时候,陆航部队和空出部队,才能说是运输直升机满足了需求。